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凶手用秀静电话打开的来电 凶手告知他本来他想杀的人是他 因为觉得不符合他的标准才杀了秀静 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发生圣痕凶手案了 秀静是最后一个 本集中讲到谁知出现了第九个受害者 英真追着血迹来到天台 他质问徐上元为什么出现了第九个受害 你不是说过吗 这不是最后一次 英真无法接受 18年前 他说出这个谎言是为了激怒凶手 让凶手来找他 已经过去了18年 绝对不可能是因为这个谎言才再度杀人 要杀早杀了 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徐上元一副圣人模样 那些死去的女孩一开始被选中的时候都很害怕 但死去的那刻都很幸福 那些女孩看似美丽又年轻 实际他们的灵魂都很不幸 让他们解脱肉身 逃离生活苦海 这十几年 他不是躲避 而是在接受一个大考验 但是第九个受害者不是赐福 是惩罚 英真忍不住向他提问 这个问题折磨他十几年了 为什么选了秀精而不是英真 秀精 明明比谁都阳光幸福 徐上元说 因为秀精的幸福是伪装的 非真实的 那些不幸的灵魂都在他的身体里 期待着永生不息 这也是他一直在天台等着英真的原因 让他作为奇迹的见证人 见证徐上元死后复生 他转身站在天台边缘处 英真急忙拦住 拿起锥子 告诉他如果要证明有声 请往他身上试验 却说英真没有资格得到复活的机会 他只是一个奇迹的见证人 说完 一脚迈出 英真上前拉住徐上元 他还在说 放手吧 奇迹会发生的 英真企图唤醒 封魔的徐上元 他问 秀精就复活了吗 徐上元却说 秀精没有复活的资格 然后坠落而亡 赶来的李行警 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看到了牧师坠楼 排头一看 正是英真 英真无法接受 这是他这么多年 用力活着的原因 然而 他就这么轻易死去了 他给徐上元 做着无用的急救 他又想起 秀精曾经说过 那些圣狠爱的女孩子 很害怕吧 听新闻说 是在人活着的时候 凶手在双手和腰部捅下记号 那时候他还和秀精说 那些女孩应该还觉得不甘吧 人生最后的记忆如此糟糕 秀精担心英真让他一定要小心 随时接电话 然而电话他错过了 那些恐惧疼痛 不甘 秀真也经历了 望着眼前这个罪魁祸首 映着眼面痛哭 李行警虽然不知道组长发生了什么 但他只能尝试 英真拿出手铐 给徐上元的尸体铐上手铐 他打电话通知见证科到场 李行警这才知道眼前这个牧师 是二名鼎鼎的圣痕莲花杀人犯 并且还有第九个受害者 见证科取证完毕 应真仔细地观察线索 他觉得奇怪 受害者名叫任静 没有家人 根据其他邻居的证词 昨天见到一个陌生女人独自上楼 假如那个陌生女人是任静 那么很有可能是徐上元的熟人 但任静什么东西都没带 连手机也不在场 他想起徐上元 说这阵子陷入了很大的考验 所以才惩罚了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应该是徐上元认识很久了 应真前往医院查看二人尸体 任静的手掌中有锥子的痕迹 徐上元的手掌也有 那徐上元手上的血 是他自己用锥子造成的 黄系长赶来医院 不解地说 他二十年过久了 非要像当年说的那样才出来 应真坦白 那通电话凶手说的是 不会再杀了秀 是最后一个 他说谎了 黄欣赏震惊之余 更多是担心因为这个谎言 犯人才会一直暗暗盯着阴惊 现在徐上元死了 和警局的人公布他和秀经的关系 然后从这个案子抽身 以免还有更大的伤害潜伏者 他还是不肯 这个案子必须由他亲手结尾 小号救下的那位老人 交给他一本新生命教会福音 小号原本不想收下 老人说 这是和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 他暂时交给小号 之后还会回来取得 如果好好保款 会给他很大的补偿 小号只能收下 那老人形色慌张 看到了徐上元的死亡 小号妈妈喝醉了 男朋友老李扶着他回家 爸爸早就去世 妈妈一直患着男朋友 他一直觉得 儿子和他八字不合 总是一副乖巧的样子 实则半点都没有听进去 老李劝着他别发火 要走的时候问 小号 东西还在你这里吗 得到肯定答案后 向下走了 小号本来就辗转难眠 小崔发了短信 过来讨要某物 他想想还是起身打开一个鞋盒 鞋子里面是五万韩元 他将钱藏到英真家里 不安的他坐在阴影中 刚好英真回家了 他想和英真说出这些秘密 重现了他袖子上的血迹 得知案发人洛王死去了 他忘记了自己的事情 很开心地提出 那可以把这个吓人的房间撤掉了 英真和李行经找上新生命教会的事务总长老王 果然他也认识任静 但坚决称不知道徐上元和任静的关系 其他不愿多说 老王恼火又心虚地将英真赶走了 很明显在隐藏什么 带车启动 他打电话给某人报告死了的消息 电话那头居然是李善宇的姐夫大尹 大尹压下金 让他过来学校 老王和大尹汇报 昨天警察来询问过徐上元的事情 今天就得知了任静的死亡 那凶手应该是徐上元 被害者和凶手都和教会有关联 考虑到大尹和任静最近在闹 大尹想过一丝不悦 这是凶杀案 不和有什么关系 见证科打电话来 徐上元的DNA和三起案件的DNA一致 是妈妈把好饭桌 让英真快吃 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在了 还能吃下 睡着 很过意不去 有时候又觉得人生不都是这样过的 那个犯人及时抓到了他 杀了那么多人 不也是在监狱内吃饭睡觉 所以无论抓到了还是死去了 都做得很好 小诚和小浩是多年好朋友 所以小诚才会主动和他提到考卷的事情 谁知小浩竟然不顾多年有情 让小诚向全班同学说出事实 小诚因这件事每天都郁郁寡欢 小诚的叔叔每天送他上学 看出小诚有心事 他问小诚发生什么事了吗 小诚说小浩在威胁他 小诚叔叔叫嚣着要收拾小浩 不过他也奇怪 小浩和小诚不是好朋友吗 话到一半 有个邋遢大叔边打电话边敲窗 提醒他们在学校不能这样停车 小诚叔叔看不起这个邋遢大叔 大叔问车里面那个人是爸爸吗 小诚立马否认 那只是司机 还对大叔一点不耐烦 老王看到新闻报告这才知道 牧师对徐上元很关照 但徐上元很久之前突然卸任了牧会委员的职务 而全牧师不久前去世了 现身中学召开表彰仪式 小浩前阵子就像老人的事情被救援队告诉了学校 站在下面的小崔和小成都一点不屑 以表彰仪式为开头 主任引出今天的真正目的 今天对学校提供了资金支持的韩生命财团理事长大白先生来到现场 原来是半猪吃老虎的邋遢大叔 他表示 今天他在兴盛中学看到了光明和黑暗 异常讲话暗指小成是禽兽 小成一脸不悦 提前离场 会后大白和大隐谈话 大白喝不灌茶 大隐给他递了一罐咖啡 男人很熟的 你来我往 聊着日常大白突然摸着办公桌问道 什么时候善与能坐上这个位置呢 大隐的表情瞬间深沉 回答道 小舅子善与 还没有那个能力能管理财团 刚谈到一半 老王打电话来和大隐汇报 徐上元死了 以及他是圣横暗杀人犯 慌张和震惊 大白说未来一段时间 新生命教会和各个财团 将会受到全社会的瞩目 不用过多言语 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 有些隐藏在黑暗中的秘密 可能要被重新挖出了 英真拿到韧镜的收集的线索 他们查到韧镜的手机 最后一次有信号的地方 就是徐上元的家 具体时间是英真收到那个视频之前 但在徐上元的家 没有发现他的手机 表示有三种可能 从家出来扔掉了 从家往外丢掉了 还有一个现场有第三者 他们回到警局 英真还在为手机的问题苦苦思考 之前英真选搭档的时候 选了李行警 另外一位隐寻警 一直不太服气 今天也来找李行警斗嘴 英真刚好问 他手机在案发现场 消失了有几种可能性 以军警回答四种称 家出来丢掉了 往外丢掉了 第三者拿走了 以及被英真拿走了 并真表示之前看走眼了 之后有事会找他帮忙 放学准备回家 被骑着摩托车的人 抢走了书包 他急忙赶回家 果然房间被人收获 想起妈妈男朋友 老李对那盒钱很关注 他赶到英真的家里打开盒子 幸亏钱还在 幸亏提前放到这里了 但是他好累 独自一人承担了好多秘密之前 他和英真说过 如果自己出了事情的话 小号出了什么事情 他都知道的 他看着手掌的伤口 就算那个秘密有多难开口 但还是想和英真说 上次和英真要一份详细的案发过程 目前的情况是 只有英真一个人 看到了徐上元的跳楼 而且在跳楼前 他进行了十几分钟的对话 他回到家 将藏在英真的那盒前 放到了自己的胯包里 英真将详细的报告书赶出来 上次让他把案发现场穿的封衣也拿来 回到家拿衣服 看到那间房 本集结束了徐上元 果然是杀人犯吗 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下一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